主席最近有和郭台銘聯絡嗎?有明確和他說不可能配嗎? 他有確定不去金門823嗎? 那郭正亮說郭台銘阻擋是台灣災難,是您最擔心的事?請問主席看法 最近我是沒有跟他聯絡 第二點,我講我們的民眾黨 像我們講得很清楚,這個地方也可以再清楚跟所有的透過媒體向所有的全國民眾講 既然我們已經走完程序了 所以柯文哲一定會以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到底 這也是一個政治上的宣示 還有什麼問題? 823是這樣啦,我想 因為不需要特別去那個地方 當然823會有一些紀念活動 但是並不是一定要到金門才可以慶祝那個活動 所以目前沒有去金門的計畫 其實這邊想請教一下,因為這幾天郭董他是在屏東跟鳥栗是陸續有辦這個招式 但是現在大家就認為說他其實對於這個郭柯沛是有點想要印上您,那您怎麼看? 然後以及說就是這個郭台民主黨 其實那個布爾斯他說有提到說 就是這可能會加速民眾黨泡沫化 然後他也建議說不要太快把這個郭柯沛來說 你說誰講? 唉 我倒覺得是這樣,再講一遍 政治有他世俗的一面,但是有他理想的一面 所以把政治當作商業,完全商業操作 也許在商業上並過或者是用錢去解決問題 在商業是很日常的事情 但是政治還是很難,政治還是他理想的一面 所以總是有那種理想、價值、理念 所以從以前到現在,不管是講藍白河或是郭柯沛一大堆 我覺得今天最大的問題就是 講到最好像都是權力的分配 從來沒有去涉及這種價值理念 不過剛才我已經在宣誓一遍了 柯文哲一定會以台灣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參選到底 這個要再一次聲明 之前有傳出說你的內參民調 目前已經跟賴清德在誤差範圍內 那你認為你跟他差距縮小的原因是什麼? 那會不會擔心郭台銘來搶票? 這個我已經在 有一次是上誰的節目 蔡振元還是誰 如果四組候選人不用講 反正賴清德現在就可以開香檳 直接躺平選舉就可以 這非常清楚 但是我倒覺得是這樣 常常是這樣 歷史上有它的必然因素也有它的偶然因素 有些事情是說如果這樣一定是這樣 都我們知道 但在過程當中會怎麼變化現在不曉得 所以常常是這樣 我們做我們能夠做的事情 總是這樣政治還是那句話 政治固然有它世俗的一面 但是還是有它理想的一面 所以我的人稱是這樣 我們就是盡量依照自己的理想去做 真的是不得已的說要做最小的妥協 但是我們還是要有理想擺在前面 所以這樣就好了 你有什麼意義? 謝謝 感谢观看